2022 年最貴的藝術品是她 這是瑪莉麗蒙瑞的照片 是一名20世紀的照片 普普藝術大師安迪沃和筆下的性感女神 拍出《20世紀》藝術品新天獎 176多億元 洩蜆了疫情時代的藝術產業 線下展覽雖然受限 但靠著線上與拍賣場的火熱 成交總額更甚以往 Christies International saw record art sales in 2022 Rising 17% in Europe a year to 8.4 billion dollars Driven by large state sales and smaller collectors Alright, well, stock market under pressure, people investing in art 熱愛藝術的心不分國界 5月的台北也在新冠疫情正式降級後 迎來首場大型一博會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展會的實境計劃 它的主旨是呈現大型的沉浸式裝置藝術 後面這幅作品是台灣藝術家董承蓮的《弱水》 它是以10萬片以上的手工製、馬賽克鏡面 結合了音樂、律動來營造一個冥想的沉浸式體驗 大型裝置藝術跟海量精彩作品 在後異形時代的台北當代完整回歸 今年匯集了國內外90家頂尖畫廊的精髓 整體銷售額上看破影 目前來看我們會認為2023年會比2022年更好一些 我覺得尤其是台灣的收藏家還是非常有活力的 然後大家是很有信心 很期待看一些很好的作品 也由於元宇宙話題退燒 虛擬貨幣跟NFT歷經種種風波陷入寒冬 簡短消費者對區塊鏈藝術的態度轉為保守 目光重新聚焦實體藏品 當時在NFT的潮流跟虛擬貨幣 它是有一陣起來之後 但大家知道最近的情況是不太好的 那我們過去所有藏家還是比較在收藏實體畫素 可以感覺到實體的買氣是相當相當的好 亞洲地區新興藝博會備受全球注視 不只台北當代 還包括首爾斐烈茲 新加坡藝博會等迅速崛起的展會 成為國際級機構與藏家布局東亞 不容忽視的中心交會 歡迎新聞董事長 朱家松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